最近不停有人叫我講斯丹 今天終於找些時間可以講講斯丹這件事 斯丹的故事原來一直都沒有完過 最近還有新的進展 而且還要是峰迴路轉的劇情 斯丹正式宣佈強勢回歸 其實發生了這件事之後 也就是說很大可能就否定了 就是斯丹當時選擇光榮引退的可能性 也都否定了我當時的估計 我當時就猜就是斯丹擔心皇馬經已老化 就不能夠再持續輝煌有成績 斯丹擔心自己不能夠接受挫折所以就走 不過這個看法這個估法就是經已錯了 我上一年在這個暑假的時候 當看到皇馬的轉會策略和更加多資訊 之後我都立即跟斯丹道歉了 因為當時經已看到斯丹離開之後的皇馬的轉會操作 很明顯是很有問題的 根本就是什麼都做不到 什麼都做不到 有可能還要花了很多時間 下去一些很無謂的談判真相 當時我經意就是猜 斯丹應該就很大機會 極度不滿意主席佩雷斯的換血方針 但是這個主席佩雷斯一意孤行 甚至迫走了斯丹波 結果就令到皇馬的成績一落千丈 來到今天 斯丹強勢回歸 也都令到整件事變得明朗化了 再根據種種的跡象和證據 我最新的估計 很可能會是這樣的 首先 當時皇馬剛剛贏了利物浦 連續拿了第三次歐聯冠軍之後 斯丹就和主席佩雷斯展開了一個關於皇馬前程的會議 一開始 佩雷斯就說 嘩 我們球隊開始老化了 是時候要更新換代了 斯丹我 斯丹就說 沒錯 但是斯丹呢 就已經開始覺得不妥了 心想 這傢伙為什麼突然之間 會這麼積極跟我討論 去談這些事情 當然這傢伙 又自以為是 自以為想到一些很厲害的事情 誰知道 真的被斯丹估中了 佩雷斯再說 我最近 就想到一些很厲害的事情 這樣 對於一些 就是照顧老闆的朋友們 大家都應該會馬上想到 就想起你們的老闆 好大喜功 令頭令計 那個樣子 把聲滴高了 我來說 我說收到封 斯朗 很可能又會被人查了 不理他 有沒有罪也好 免得影響股價了 一於這樣說 放棄他 而且 他都老了 是不是 有價就好賣了 斯丹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 我幫你想想他 賣了斯朗之後 我幫你買個世界頂尖球星 球王接班人 尼馬 聽到這裡 斯丹 斯丹就馬上坐了一次過山車 那樣 就是球王接班人 是誰呢 尼馬 那樣 斯丹想起 斯丹心想 就是 頂你個肺 我這麼辛苦 啟發斯朗 鑽打中鋒 你現在給我放走了一個 可以在未來幾年 還是世界頂尖的中鋒 之後呢 就再要給我買回一個 是要重新調教 還要不知肯不肯開竅的尼馬 大哥 世界杯這樣滾地沙發 你都還夠膽去買尼馬 你貼了哪條筋啊 況且你都根本知道 你是不可能會在卡塔爾的 財團手中簽到他的 你這樣跟對方談判 跟巴黎談判 浪費時間的 你搞那麼多事情都沒有用的 你還會搞到自己沒有時間 搞其他事情 還有 說好的夏薩特 斯丹想想想 想到這裏 突然之間又聽到佩雷斯在那裡 狗叫了 喂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的 斯丹夏薩特 可以了 你放心 就對了 等夏薩特約滿 那就行了 我們就會找他 簽他 對不對 斯丹有心想 等他約滿 他約滿了都30歐 他速度慢了 再怎樣做施朗的綠葉 你分明就是想留點錢去買尼馬 更加 更加不想夏薩特來到 拿了尼馬的位 你根本就是敷衍我 你根本就是不想買夏薩特 然後佩雷斯又在那裡狗說 我剛剛看了 精華 巴爾在歐聯決賽那裡的倒掛 很漂亮 很厲害 是不是呀 我都說了你 叫了你多點給他上陣 出場 多點用他 他是不是很厲害 當年是我說要買他的 下一季 麻煩你了 我想你多點用他 最好呢 一場場正選 那斯丹就心想啦 頂你個肺啦 講到這裏 你不是又在那裡讚自己 你說到他入煲才因為你 那樣的 那個倒掛之所以會入 之所以會出現 是因為我斯丹的神級 針對性部署 我看到利物浦掛著 莊斯朗越位 所以我才要另一個人出來禁區頂 把握機會 只要跟足我的指示 是人都做英雄啦 況且後備出來做到事 不代表立刻可以拿到正選的 巴爾那些短傳那麼差 長長正選會拖累球隊的連結的 況且巴爾常常都受傷 本來我還是想跟你說 是賣走他 現在你竟然跟我說 長長正選 我這次真是忍無可忍啦 講到這裏 斯丹終於都要出手了 他要決定進鑒了 他要講真話了 他就開始講出他的想法 怎知講一講 佩雷斯又突然之間要狗叫 喂 斯丹 你這樣講 是否就是說我不懂波 你不要忘記啊 斯丹 有沒有機會 比賽第二個做主席啊 你這個機會都沒有了 你拿三屆歐聯冠軍 你以為真是靠你啊 是靠我買回來的那些球員 我告訴你 不知我捧得你起 就扯得你下來 黃馬呢 始終都是我做事的 識事務者呢 就毅俊傑 你做呢 就乖乖聽話了 說到這裏 斯丹 就沒有立刻用過頭頂他的心口 就反而很冷靜地說 不要緊要 不如這樣啊 一於呢 就用你的方法 我這次呢 一點都不參與 我現在呢 就辭職 給你玩 任你玩 給你證明你是對 如果你是對 那我斯丹 就認衰仔 但是如果你是錯 那我希望到時你會知道 誰才是對 斯丹講完這句話之後 就轉身離開了這個是辦公室了 其實斯丹離開了之後呢 當時佩雷斯呢 是笑了出來的 他根本呢 就是怕斯丹會開始越拳 就是怕斯丹呢 開始拿了很多冠軍之後呢 會開始呢 就越拳 會開始呢 功高蓋主 他就是怕這些東西 所以呢 一早 其實他就是想 看一下可不可以逼走斯丹的了 那也都呢 就是解釋了為什麼佩雷斯呢 就經常都要換教練呢 他呢 根本就是希望呢 那些教練最好 是他的傀儡 不要躍拳 可以繼續被他戀拳 那所以呢 斯丹轉身離開了之後呢 佩雷斯呢 基本上是急不及待 打電話給個傀儡的了 就是找這個聲製頓胎呢 就是來做他扯線公仔啊 去實現他的新銀河艦隊球賞 結果 就僅是一敗塗地了 結果呢 拿了東西之後呢 他被迫要炒了這個傀儡之後呢 那當時的佩雷斯都基本上是 還未肯屈服的 那他呢 就還未肯認輸給斯丹呢 那他以為呢 還是有得救哦 他以為自己還可以搞得點哦 他以為呢 是可以捧第二個斯丹出來哦 所以他想著重思故技呢 就升這個蘇拿利上去 那其實呢 蘇拿利就不是說很差的而已 就是他希望王馬變成這個控球作句的球隊 這個想法呢 是OK 不錯的 那其實是有得想的 那而且呢 這個蘇拿利有道好的 就是他的結構呢 就肯拉邊的 不過呢 就可惜一點的地方呢 就是他竟然對著王馬 和亞積士這些最關鍵的賽事 都是繼續決定呢 就是訓練這個控球在腳 就不懂得呢 在適當的時候 改變取態去應付大戰 暴露了呢 就是球隊的缺點 暴露了他呢 就是這個經驗不足的問題 那而最大惡的地方呢 就是這個蘇拿利就未能夠 滿足到各方面球星的需要 那或者呢 就是他是沒有辦法呢 就說服到球星呢 要聽他的說話 那所以呢 才引致到這個伊斯高事件的出現 那去到呢 這個呢 就是歐聯十六強被淘汰之後呢 那其實最大的責任呢 大家都見到呢 就是這個主席的問題啦 就是他轉會的操作有問題啦 換血那裡太慢 做不到事啦 是浪費了時間去想尼瑪 是沒有想其他人啦 那搞到呢 就是今時今日的田地呢 就是因為這個呢 就是這個佩雷斯呢 就是戀拳 和根本就無能啦 那當時呢 那當時呢 在這個會議室那裡 和斯丹那段對話呢 基本上 客觀來看 就經以高下立見的啦 其實良心當時呢 都經以說了給佩雷斯知道呢 就是 誰是天才 天才 誰是白痴 白痴 那大家都知道 斯丹是天才 佩雷斯是白痴呢 那佩雷斯呢 都知道自己呢 差不多的啦 是要打電話給斯丹 求他回去 那但是呢 他的心呢 都總是落不到台的 所以呢 他都總是會再花點時間 去想想還有沒有其他的方法的 那這裏呢 就解釋了為什麼 歐聯十六強 這個是被淘汰了出局之後 都還要等一個禮拜 才找斯丹的 那佩雷斯呢 在那段時間呢 就想去找其他人先的 那但是呢 他又硬見 這個摩連奴教曼亂 教導一鍋足 那這個摩連奴呢 似乎真是無法再突破自己了 那這個呢 佩雷斯 到時呢 即去到這一刻呢 他連摩連奴都沒有了 還有誰呢 他終於都知道呢 那麽 真是不屈服都不行了 不屈服的話呢 背鍋那個就是自己了 那所以這一次呢 他都真是要屈服了 是要死死地氣承認呢 那現在真是只剩下一個人 才救到自己了 這個呢 就是斯丹了 那來到這一刻呢 一直等著電話的斯丹呢 就完全處於上風了 那不過啦 那這些主席呢 臉皮就整呎厚的了 那他又怎會呢 就是肯挨契弟呢 就是他怎會 就是肯挨契弟呢 那他怎樣都是假裝一下 那所以呢 他應該就是這樣 就是跟斯丹說這個 就是電話的開場白的 就是 喂斯丹 我的老朋友 我記得你上一次呢 就說你想休息一下 是嗎 唉 其實你這麽年輕 好應該呢 就想說 怎麽再突破自己的 那不好呢 就沉迷他那些什麽鬼東西 走色才氣呀 年輕仔 我都年輕過 我都知道呢 是好多有話 不過喔 當年呢 我是專心工作那派來的 當年呢 我就在家一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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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了很多很多年 的事 總之呢 你學像我這樣呢 才適合的 年輕仔 所以先繼續努力 不要撐爛他的腰 休息就完全被捏 我認識很多人啊 這個斯丹 斯丹就突然之間說了一句 我明天就會跟沙座拉莫斯說 叫他不要再亂說話 以斯高我會跟他搞定 然後佩雷斯就說 所以我什麼時候都說 斯丹才是真真正正愛皇馬的人 你真是沒有浪費我當年對你的栽培 斯丹就說不用說這麼多 總之一句到尾 我現在要擁有一線球隊的絕對權力 包括轉會操作更新換代方向戰術方針 球員出場設數 明天我的秘書會給你一份清單 我務求你要全部答應 還有我要一個免死金牌 成績差你不可以亂動我 我要有足夠的時間 重組球隊 去到這一刻 佩雷斯當然只能夠啞口無言地答應 怪怪教出權力 斯丹大獲全盛 整件事很明顯表達了 斯丹真是很愛皇家馬得利 他本來真的打算長期執教皇馬 他是希望做新廢革信 他是想建立皇馬的長久皇朝 是想協助皇馬更新換代之後 再進入新的紀元 誰不知 就遇上了一個不可理喻的主席 整件事不停在委屈斯丹 不過斯丹真的有驚人的智慧和耐性 他就是這樣 我就走給你看 他就讓這個主席自己玩一會兒 再去證實這個主席的方法是錯的 而且斯丹離開這一段時間 就變成了令皇馬是沒辦法吸引到尼馬加盟 斯丹你說多聰明 只不過要付出一些代價 例如今季成績會差 以及會遲了一年去買夏薩特 不過都沒辦法 要跟這些主席去進行權力鬥爭 付出代價就在所難免 現在證實了主席的方法完全錯了 跟著就變成主席要求斯丹回頭 斯丹用這種方法去奪得權力強勢回歸 現在斯丹在皇馬終於都可以說是呼風喚雨 不再需要受到主席的無謂操控和折磨 而且就算更新換代的過程當中 拿不到冠軍 斯丹似乎都不會出事 因爲今次故意離開 經已嚇到佩雷斯被開孔都沒有肉 佩雷斯就已經不再知道找誰可以再救到自己和皇馬 所以就算沒有成績 都不會再敢動這個斯丹炒斯丹 斯丹今次故意離開 換到一面面死金牌 簡直是人類歷史上一次宮廷鬥爭的典範 我相信今次斯丹的回歸 長遠來說對皇馬一定是好事 亦都很開心可以再次看回斯丹的神級調動 和神級的強強對決策略 不過大家都不可以期待短時間內 皇馬會有什麼翻天覆地的變化 即是就算斯丹多超人都好 他都需要重組這個球隊的勒 更新換代是要時間的 不過我自己都很有興趣想看 就是斯丹休息了半季之後 休息了半季了 重新思考了半季之後 究竟有沒有提升過自己破密集的層次呢 還會不會是繼續沉迷 這個天然老鼠拉龜的4312面對密集呢 這個或者在未來的一兩個月當中 是會有答案 而今晚呢 斯丹亦都會打一個叫做回歸的首戰 看看他出什麼戰術啦 出什麼結構啦 到時再和大家聊一聊啦 那這裡呢 就不用再等了 不用再等一個月啦 立刻有廣告給大家click啦 那之所以呢 就是click下去彈些廣告 市場出來播完廣告片 去按些廣告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令到小弟真真正正 還有一點點的收入 有個尊嚴去生活下去 還有繼續堅持 每天免費 就為大家出到片啦 那希望大家呢 就幫幫手 就希望大家呢 就不要鬆懈 繼續堅持 那就OK啦 那記得呢 就是要訂閱和按鈴鐺啦 這樣才可以呢 就接收回小弟的新片通知播 那就是大家 如果用iPhone的朋友呢 就會發現啦 你click了廣告 按了廣告 彈了廣告 市場出來也好 那條片繼續播嘛 即是說大家不用怕啊 繼續按 不影響大家聽這條片 那其他手機的版面設計 和iPhone都是一樣的 就是片的下面 一定是有這個廣告字眼的地方 記得啦 就是要按下去彈些廣告 市場出來 這樣才能幫到手 那電腦那裡 記得要關掉一個檔廣告程式 這樣的話才發現 就是電腦片的裡面有Banner 廣告片的右邊也有些廣告 那記得要按下去 按下去 彈些廣告市場出來 這樣才能幫到手 而無論手機也好 也有Youtube都會時不時一片的 最前或者最右插入廣告片 那大家除了播完廣告片之外 還可以在廣告片的裡面 找廣告link click下去 例如電腦的話 廣告link會在廣告片的左下角 而手機的話 廣告link會在廣告片右上角 那我們就是今晚看波啦 明天再見啦 拜拜